在這套劇集中 其實真的展現了社會的現象 例如我們真的有去一個 很小的單位拍攝 我們連續兩天在裡面拍攝 是十幾個人 在電影中的場景很反映到現實 在《香港愛情故事》中 我第一次當男主角 是有壓力的 和空間有一條感情線 去劏房、時鐘酒店、太空倉 這些都是未去過的地方 因為全部都是實境的關係 變得很容易帶動自己去投入 難忘的都是激情的場合 因為經驗不多 真的有很多身體接觸 或者比較激烈的場面 我自己很喜歡演出愛情劇 自己是一個比較感性的人 人越大,演出的機會就越來越少 所以現在其實每一次都很珍惜 每一條感情線 或者每一個愛情的劇集 我也喜歡拍攝TVB的愛情劇 TVB不同年子、不同年代 的愛情也會有 當時拍攝《聖莊舞步外作戰》 都是一套很青春的愛情劇 現在年紀大了 那種愛情就會去到另一個階段 真的每一套劇都不一樣 《香港愛情故事》中 有一首逆流直上 包辦了 講述情侶之間的 貼地的感覺 平時大家相處的一些事 我是有主唱《香港愛情故事》的插曲 《極流直上》的 自己唱的時候,我有唱到哭 因為我自己做一個角色 我很投入在裡面 再唱一個對應這套劇集的歌曲 他的歌詞 亦是講述主角面對的事情 遇到的事情 我會特別感觸 感情會比較濃 帶入感會很強 想跟你永相依 願在你 借無名分手指 來提示 來年盛樂願意 憑話呼 隨時跟西語 陪伴我 定然是你的名字 前行壞著希望 尋找理想 不怕遠路長 從沒有要眼廢測 唯獨愛是指甲無上 現實無論怎樣 陽光雪搜 都和你分開 時代邊風會轉向 唯獨你是未必選擇 對象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